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ungle 开发进阶课程的第四次课 然后自定义这个model的manager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讲一下这个manager 它的基本概念 然后简单实用model的这个manager 最主要我们要看为什么要定制这个manager 最后我们就是编码的定制 manager呢 它是Jungle模型进行数据扩插询操作的一个接口 Jungle应用的每个模型都应用至少一个的管理器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通过实际的例子来看如何去简单使用这个manager 并且自定义自己的这个manager 首先呢 我们来添加一个新的model 因为我们上一节的这个poem这个model太简单了 然后添加一个新的to do 就是叫代办事项的这么一种model 因为大家手机上可能都有这个呃 代办事项可以在日期上呃定义 然后什么时段做什么事情 然后它的优先级什么的 哦它有一些字段content 然后是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models 它是个布尔类型的fault fault 还有个优先级prlty 是个int 默认是1 然后呢定义一个显示 然后我们在这个andman去出测它 andman sign sign adjust home 啊 已经 已经 已经包含进来了 然后我们注册 接着呢 我们做数据库的同步 并且在andman里边添加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这里呢 已经做了同步 然后数据已经添加好了 我们可以去运行 然后呢打开 这个andman 我们看我们添加了进去的哪些数据 我们看这个toto 我们看有些睡觉啊 锻炼啊 午休啊 它的优先级各不一样 然后呢可以看它是否是完成instorm 我们还可以看它的这个 当然没有没有完成 就完成它就是那个是一个默认没有没有选中的那个状态 然后呢我们建立一个在建立一个url去响应它 叫什么呢 to do list request 然后我们这个view这个地方呢定义一个处理的函数 叫什么呢 to do list request st 返回什么呢 返回venderrequest 当然我们会给它一个新的这个模板 叫什么呢 to do 叫to do list 有这个文件 然后呢 然后呢 来添加这个添加什么呢 我们先在这个view里边去去 to do to do list 行了我们添加什么呢 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展示的类型 show type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给它一个所有列表 然后呢还有一个数据 to do list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数据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to do objects 然后把所有的数据都给翻给它 这个objects呢 其实就是model里边默认的这个manager的名称 然后一旦你建立了一个model的话 jango自动的就给你一个默认的这个manager 就是objects 我们可以取它所有的数据 就用这个o来取它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to do list 把它这个数据给出来 show typ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其他的数据给打出来 叫什么呢 叫这个 一个for循环去便利它 to do item to do list end for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把它打出来 这边的字段 to do item. 比如说content to do item. is down 最后一个字段 to do item. propt to do list name to do to do list 好了 再次编译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去打开它 然后去打开这个to do list 它就把所有事件的这个内容是否完成 还有这个优先级给打印出来 除了这个默认的这个manager外 我们还可以重命名这个manager名称 我们不想要用这个默认的这个objects 我们当然就可以重命名它 比如叫什么呢 叫to do list 然后models.manager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打开这个网页的话 比如说我们刷新一下 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它就会报错 type object to do has no attribute objects 一旦你自定义了自己的这个manager的实例的话 你就不允许用这个objects这个默认了 然后我们就必须用这个to do list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修改它 把它切换成这个to do list 然后呢 我们再次去刷新网页 OK 显示出来了 为了实现更加灵活的数据库查询 我们也可以额外自定义这个manager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查询未完成的事件 未完成事件 未完成事件怎么查呢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继续用这个filter 完成事件的话就是is done 是这个false 我们就把这个未完成事件给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刷新网页看一下 当然就是这个全部都变成false了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 未完成 而且它的这个优先级是什么呢 优先级是1的property 然后我们继续可以继续使用过滤 我们再刷新 看就把这个property是1的就给输出出来了 然后这个里边呢 就用了这个query set练试的查询 但如果我们经常需要类似的查询 然后一直用这种filter 这种一直的filter的话 就是不太符合这个 我们一个编码的原则 DIY 也就是don't repeat yourself 通常的话就是说 当我们在两个或者是更多地方发现类似的代码 我们就需要把共性抽象出来一个唯一的这个新方法 改变现有的这个代码 让他们一些合适的参数来对用这个新的方法 然后我们就需要呃 就是说自定义管理器 首先呢我们可以修改这个管理器的这个原始的查询集 然后也就是说子类化这个model manager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子类化一个manager 它是什么manager呢 它就返回了一个未完成的列表 class in complete manager to do manager 然后它继承自这个model的manager model manager呢 它存在了这个get query 然后这里边用filter 之后呢 就可以就是实现一个 返回一个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查询集 然后把自己传进去 然后self 就是调用的这个实例 get query set 然后呢 这里边用filter filter呢 就is done false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 income peat 比如说就等于 manager 这样就实力化了一个incomplete的to do manager 我们在这个vender 这个里边就可以去调用它 怎么去使用它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地方 就不使用to do list 而使用这个incomplete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调它的all 我们运行一下刷新一下网页 我们看到它就把所有的这个 this compete 是forst 全部给输出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是可用的 当然 我们 还可以去定义 多个这个manager的它的子类 比如说class 比如说叫做 这个高优先级的high propt 很简单的 然后getqueryset 然后再去filter filter什么呢 filter这个property 等1 等1 然后呢 无法炮制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定一个high 然后一个实力化它一个highproperty manager 我们在这个view里边 然后就可以去使用它 比如说high 然后我们这个就返回所有的最高优先级的这个 比如说就把优先级为1的全部返回回来了 类化这个models manager 除了这个重担它的getqueryset外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自定义的这个manager里边去自定义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一个to-do manager 然后呢 同样是自类化了这个models manager 里边可以定义方法 incompete 然后就去返回self 直接去filter yes done 然后我这样我就返回了这个 这个就是说没有完成的这个查询机 然后呢 def high ch 直接返回一个high 就返回一个高优先级的 builder e property 等1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to-do manager 直接用它的这个方法去返回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些查询机 比如说我们就用把原来的这个objects 这个to-do manager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去使用它 objects compete 这个为完成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网页 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它就全部的变成了false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使用另外的函数 叫做high 还有这个自定义的第三种方式 虽然大多数标准查询机的方法可以从管理器中直接访问到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将一些被定义到一个自定义查询机的额外方法也在管理器中实现 我们就可以自定义这个query的set 然后定义queryset怎么办呢 同样的要这个子类化这个queryset 比如说叫to-do queryset 然后呢 它继承于这个queryset 我们实现它两个方法跟上面这个to-do manager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manager的子类里边去使用这个to-do queryset 比如说叫new to-do manager 后里边就定义一个 def get set 然后return return什么呢 把这个我们新建的这个queryset给返回回去 自己的这个model 自己一个参数 然后呢 它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 它的-db的 这个变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to-do 这个new to-do manager 我们怎么使用它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给替换成了这个 然后呢 我们看我们可以使用它的这些方法 在view里边可以调用all 然后查询集 然后再去比如说调用它的in 调用它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考一过来 查询集 然后再调用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看它就把所有的这个未完成的这个事件给返回回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用它的这个high 查询集的high的方法 因为这个查询集是我们自定义的 然后它有这些方法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访问这些方法 我们看一下 就把这个呃 有限级为1的事件都给返回回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还可以自定义这个查询集 然后用子类的这个manager去使用它 甚至我们还可以 呃 这样使用它 再去调用它incomplete 因为它返回的始终是一个查询集 这个查询集始终是我们自定义的这个查询集 它是有这两个方法的 所以说 在high返回到这个查询集里边 我们还可以调用它的incomplete 这个方法就得到了这个未完成的高优先级的这个事件 我们刷新 可以看一下 然后都是未完成 且优先集都为1 当然 Jungle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方法 一旦我们定义了这个查询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不再定义这个manager 然后直接去调用它的方法 asmanager 这个方法 它就自动的帮我们生成了这个一个基于这个queryset的totoqueryset 这么一个自定义的这个manager 然后我们来看 再次去刷新 com代码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objects里边每次到调用它这个o这个方法返回所有的查询集 我们有什么办法来省略这个all 直接调用这个high呢 或者incompete呢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要多写几行代码 在这个to do newto do manager 里面定义这个 把这个方法再定义一次 再定义一次 返回什么呢 返回很简单 self.getqueryset 然后调用它queryset的这个incomplete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把它封装在这个内部 然后比如说调用high查几次 再定一个这个函数 道理是一样的 getqueryset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调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这么用了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我们的代码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甚至 当然调用这个incomplete也是可以的 就省去了那个old的一个调用 然后我们看到bus依然把这个 所有的未完成事件给返回回来了 然后这次课呢 我们就又复习了一下这个manager他的概念 然后简单的使用了一下more的manager 并这个重命名了这个manager 另外呢就是说学习了如何去自定义manager 学习他自定义manager的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说自定义通过修改这个管理器的查询集 来自定义manager 另外一个就是在manager来就是说自定义新的一个方法 另外就是自定义queryset 然后再自定义一个manager去使用这个queryset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特别的一种查询集的一个返回 然后这次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回头 回头